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按我先点评一下今天一场比赛的发挥吧 包括在这四年当中自己的一份收获 然后以及在四一地曼杯和碳瓷杯当中 承担越来越重的这种责任当中 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 首先我感觉 今天这个比赛自己还是发挥的制作吧 对于这个球体上今天控制的任务 然后保持自己的整个战路工具有一些承担 然后没有达到一些效果 但是整体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 这四年从17年到现在 自己其实继续了很多的伤命 也 也收获了很多 也是一个 从所谓的巧项成长的一个 但是一个中间力量 那我认为 这四年当中 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 期待上的一个成果 前面可能会有时候会急啊 会 会 发脾气 或者说 有些不理智的行为 那现在 可能更多的会 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自己本身 他的一个 一个 原因嘛 然后 通过训练啊 平时 可能自己会去多次嘛 他多像以前那样 不去想问题 这也是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 然后 然后 后面的斯蒂娜威德 汪姆斯威 他自己既然在名单上 那么就希望能够为中国队拿分 不管是让自己 在每场 呃 能够出场 他自己 唯一能做的就是 拼尽全力 然后把每场去拿 然后争取胜利 为中国队拿下这一分 感谢了 不公布 还有 那我们这个 呃 昨天祥隆在 春日之后 然后 这个采访者希望他 就是要把未来 造给更年轻的 主人 或者让他去 在那里 有多久以后 是不是还有 在做展观 那对未来 包括巴黎主席 很多未来 很多中国人 有雨的 那当然这个 我们其实对他 不可思议来看的话 我们这一方年 是这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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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说 像 韩哥那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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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代人 每一代人 他可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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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可能 这个 呃 需要的这个 呃 呃 呃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呃 呃 过下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八里周期也开始了 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 都尽快的成长起来 然后 帮助中国队能够在世界南端这个 呃 去把他重新的确立一个领先的位置 或者说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到冠军的争夺当中 所以说我们平时也说实话也变得比较辛苦 而且也是一直在想着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提高 包括现在疫情情况下可能趁一半会减少 那我们平时的训练也是更多的围绕人怎样出去比赛 能够达到更好的成绩 比较这一方面去做所有的训练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还是要不用一些时间嘛 那我们也会尽快成长起来 你好 其实我们做跟上赛的时候 一开始有点很辛苦 然后我觉得是怎么从这个团体赛 就是稍微就能够准备上面 首先 确实第一场球 从团体到单向的第一场球 确实自己差一点就需要了 就像前几天龙哥说的 这个从单向到团体 这个心态的一个转变 包括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疲劳 确实都客观存在了 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怎么样去在场上去尽量的客户 然后在场上解决问题 然后最终一脉部分 就是我能做的 至于其他的其实我也没有想很多 呃 最后反正 一场一场打了 就是 没有去想结果 然后 最后的金融局在也是 呃 一场一场就贫下来啊 包括状态也是打了一场一场 那对于我来说 这也是一个宝贝的一个经验 呃 呃 感谢董族 呃 呃 觉得这次拿到精排的成绩能给自己打一个分球 如果实际满分的话 能打多少分 我觉得 可以把这种分吧 呃 自己的发规还是 要正常 然后也达到了一个预期的一个 呃 一个目标 只是说最后可能绝对还要出掉 但前面自己就打得非常 呃 所以说 呃 可以选择打取 感谢选手 请问他还有提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请选手先休息一下 阿姨 有忍